傲修,灵性学习不仅是智力上的理解,你必须做点什么? 摘自微信公众号,与心灵有约。 智力上的理解并不是正确的理解,它很肤浅,有智力上的理解是好的,但还不够。 所以如果你只依赖于智力上的理解,你或许会变得越来越见多识广,你能理解一切,但你仍然是老样子。 蜕变不可能通过智力发生,蜕变是全身心的,它是一种高潮。 智力只是你全身心的一部分,所以你也必须在心里明白,不只是脑袋里理解,不只是那样,你必须心知肚明,如果你真的想理解明白的话。 当你在智力上理解了,你只是理解了它的逻辑部分,你理解了它语言的部分,它逻辑上前后一致的部分,它作为一个逻辑推论,吸引着你。 但生命不是逻辑,它完全地超出逻辑,它不只是没有逻辑,它非常的不合逻辑。 因为逻辑想的是,不是就是,而生命是自相矛盾的,生命是荒谬的,跟逻辑系统相比,它更像是一团混乱。 跟数学相比,它更失忆。 这是现代人头脑的问题之一,人们太活在头脑里面了,你已经失去了跟身体,跟心,跟你真实的无限存有的连结。 所以你必须做点什么,而不只是阅读,静心,游泳,跑步,舞蹈,歌唱,哭泣,欢笑,都可能会有帮助。 单纯的思考,没有帮助。 看一本书,这本身没有任何错,但不要局限在里面。 它可以为你打开一扇门,但不要一直站在门口。 如果你站在那里,如果你执着于那扇门,你永远也进入不了殿堂。 宝藏不在门口,没有人会把宝藏放在门口,它们藏在你内在最深处的圣殿里。 所以多去静心,多去爱,发现那些你处在身体里,而不是在头脑里的片刻。 做一些你可以全然投入其中的事情,比如说,如果你在跳舞,你必须变得全然。 在旋转中,有一个片刻会发生,只有旋转继续着,你的脑袋彻底消失了。 看书是好的,如果你有觉知,那你也可以利用看书,但把它作为一种工具,不要把它当成目标。 谢谢。 谢谢大家